那我為什麼書寫 為什麼失寫過多 因為一般就是你血量流的超過多少 才會需要書寫 對不對 一般的情況下是不需要書寫的 巴菲特說 他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書寫 我有書寫他都不知道 嗨,大家好,我是菁姐 我看起來是不是比較憔悴一點 因為我上個星期有去醫院 度過了一個五天四夜的旅程 所以剛出院沒幾天 看起來比較憔悴一點 這次去動了一個小手術 五天四夜就花了我 五萬塊 真的 我覺得醫院真的是最貴的旅館 而且還沒有自由 而且你還不會祝出幸福感 但是我這次有祝出幸福感 為什麼呢?慢慢告訴你 而且我這次住院 真的經歷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讓我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很多年前我就有去動過這個手術了 所以這次等於說是又復發 這次去呢 我也沒有挑醫生 就是因為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其實很多醫生都很好 而且別人跟你說很優秀的醫生 很好的一名醫 不一定適合你 其實我還蠻相信醫生員這句話 就是跟你有緣分的醫生 自然就會來到你身邊 真的不用特別去尋找 所以這次我去 就我們家附近的奇美醫院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挑 就隨便掛了一個號 那他就排了一下時間 他說他只有那天的時間 我也沒有多想 那就那一天吧 然後提前一天去住 住境遇呢 一切也都很順利 我是手術那一天第一台刀 所以呢 很早呢 護士就會來幫我做一些書籤的準備 那把我推進手術室的時候 如果有做過手術的 大家一定知道 手術室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冰涼的地方 冷到你會懷疑人生 而且你穿的本身就很單薄嘛 護士啊 他又要幫你的衣服 打開來 可能會貼心電圖啊 夾什麼啊 打什麼啊 背後可能又要貼什麼啊 反正總而言之 你就感覺自己好像 被扒光了 然後躺在手術室上 就非常的冰冷 那護士呢 這個時候會很貼心的 拿一個那種 會送熱風的管子過來 那首先他會給你蓋個被子嘛 那個被子但是其實 真的 在那麼冷的環境下 你真的會覺得不夠 所以他會 給你放一個 那種送熱風的管子 護士放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 瞬間感覺 終於 找到一點溫暖 可是你知道嗎 那送熱風的管子不到10秒 啪 離身 沒風了 然後護士他們可能在忙別的東西 完全沒有發現 然後我就 瞬間感覺我又掉到了冰窟裡面一樣 就渾身不自主的就一直在顫抖 然後我就趕快跟護士說 我說 沒有風了 然後護士就趕快過來看 咦 弄了一下 還是沒有辦法讓他送出熱風 然後他就說 可能故障了 怎麼會呢 怎麼會突然這樣子呢 我覺得他也好像 很意外 很少碰到一樣 然後他就 說 那我去看看能不能換一台 我心裡面在想 天啊 我今天是怎麼了 怎麼這麼不順啊 好像是一種不好的征兆 你知道嗎 然後護士就去 然後去了多久 我那時候真的時間概念也沒有了 因為你就會覺得那個時間 好像過得很漫長一樣 好不容易等來他拿來了一台 又給我送來了熱風 感覺真的 突然好像又活過來了 可是你知道嗎 不到10秒 啪 他又活過來了 天啊 這個時候你知道嗎 那種 那種恐懼感一下子就湧到了最高點 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接二連三的 不對 應該是說一二再再而 因為是第二次了嘛 第二台 我心裡面在想說 今天這個日子不好嗎 到底是怎樣 澳洲有點後悔 突然有點後悔說 我出門那時候好像沒有看皇帝 因為其實我不太信那個 但是你在那個時候 你就會想到這些有的沒的 然後腦子就飛快的轉 因為剛好那天我好朋友他生日 然後又剛好那一天呢 我聽到很多人那天要去喝喜酒 其實那天我覺得是好日子啊 結果護士又來了 這一次護士發現的很快 他自己都在自言自語 怎麼回事啊 怎麼又壞了 很少碰到這樣子 當他在旁邊自言自語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我的心整個真的是 擋到了鼓勵 我真的 就所有的不好的念頭 就一湧而上了 這個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你在很脆弱的時候 你很容易往壞的方面去想 結果我就躺在那邊 全身顫抖 然後護士就說 你很冷是不是 我說對 我回答他的聲音我都忍不住 對 真 真的很冷 哪怕都是這種顫抖的聲音回答他 然後護士他就說 你放輕鬆 你放輕鬆 我再去找 我再去找一台 然後他又幾句媽媽說去找 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也許只過了幾分鐘 但是給我的感覺 我真的是過了好像幾個世紀一樣 然後等他第三次拿來一台 給我送來熱風的時候 我整個人已經顫抖到 他問我話我都沒有辦法回答 真的 因為我是早上第一台嘛 所以我七點半就進到手術室了 然後等我再次睜開眼的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什麼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 我的上方有一袋血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我的心情也真的是很緊張 我想說我到底怎麼了 我做的其實是複香劑嘛 屬於微創手術 這種微創手術一般來說是不太需要書寫 雖然說我手術前醫生也有 也叫我簽一張 如果手術當中需要書寫的話 那個同一書 我也有簽 可是在我的認知裡面 是不太會用到 除非是中途發生了一些不可意料的事情 不可預見的事情 才會說有可能需要書寫 不然這種微創手術是不可能需要書寫的 所以我看到那一袋血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怎麼了 我到底怎麼了 然後我又眼睛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 我就看到了時鐘 我一看 天啊 已經快兩點了 你看我早上七點半上到手術台 應該是八點鐘要開始手術 照理來說這種微創的話 兩個小時綽綽有餘了 就結束了 對不對 十點 那我休息一下 十一點 十二點 我應該十二點之前一定就會醒來了 因為你把麻醉後那個恢復期 一般來說一個小時差不多 也許有些慢一點 兩個小時 我覺得我十二點醒來是很正常的 可是為什麼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兩點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心情 真的 我說實在的 我很緊張 我一直在想著無數的可能 就是我是不是中途發生了什麼 醫生是不是發現了我更嚴重的病情 或者說之前沒有看到的 或者是腸子破裂啦 什麼 天啊 女人就是想太多 但是更扯的是 你們知道嗎 等我看到我先生 就是退出來 我在那裡面問 護士 護士 肯定沒有辦法告訴我 這個我知道 護士一定會說 啊 待會醫生會跟你解釋的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問護士 等推出來的時候呢 我也沒有看到醫生 醫生可能去忙別的了 然後當我看到我先生的時候 我第一反應我就是問他 因為如果發生什麼事 醫生一定會出來 找家屬 因為家屬會在門外嘛 會跟家屬商量說 我們現在突然發生什麼狀況 啊 我們可能要做什麼措施 然後你們家屬要簽個字 或者什麼的 一般程序是這樣對不對 那可是呢 當我問 巴菲特茲 天啊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說沒有啊 沒有發生什麼啊 他說就是手術完醫生 把切掉的東西拿出來給他看一看 啊 這樣子而已啊 其他也沒有說什麼 我當下你知道嗎 我整個人 我在想 天啊 怎麼可能 啊我就問他 我為什麼書寫 為什麼失寫過多 因為一般就是你 你血量流的超過多少 才會需要 書寫 對不對 一般的情況下是不需要書寫 巴菲特說 他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書寫 我有書寫他都不知道 我聽到這裡我真的是整個 整 真的很無語 我想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後來護士進來了 我就問護士 然後護士說他也不是很清楚 他只是聽好像聽醫生說 就是手術當中 他們有出來找家屬 那就沒找到 所以後來醫生就沒有跟護士說什麼 那可能就要等明天 醫生來查房的時候 才能告訴我 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我那一個晚上 真的一動不動 因為我出來的時候 插著尿管 然後肚子上面還有一根引流管 然後我自己感覺我完全不能動的感覺 就是 雖然沒有 綁你的手沒有綁你的腳 但是你真的沒有辦法動 我就覺得說 我以前也做過圍創 可是之前我做圍創 我出來的時候 那無力感真的沒有那麼重 那一個晚上我完全一動不動 躺到床上 然後好不容易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8點多醫生就來了 然後我就問他 醫生說 就因為我的情況比較特殊 幸好是他 如果是換做別的醫生 有可能 微創還做不了 有可能要改成傳統的 開大的傷口那一種 因為我裡面沾黏的太嚴重了 我腸子沾黏太嚴重了 那他在玻璃的時候呢 好像有一些破裂 然後他緊急叫了外殼來縫合 所以可能就有一些死血 所以就給我說了一袋血 那這個時候聽完醫生的解釋 我才稍微的放下了心 不然我真的在想 是不是我當中 切了什麼 身體上面被切掉什麼 我都不知道 所以說呢 整個心終於 暗停下來 那這幾天呢 真的 多謝我的這一些好姐妹 因為巴菲特 他不可能一個人 從早到晚的鼓 因為 雅雅還在家嘛 雖然說他已經滿12歲了 但是也不能說 讓他一個人在家 他會害怕 因為本來看到 媽媽去動手術 他就已經很害怕了 所以呢 基本上大多數時間 都是我的姐妹在照顧嘛 因為巴菲特還要回家照顧雅雅 他放學的時候 所以白天呢 可能就巴菲特在那邊 然後下午那個晚上呢 就是我的姐妹就輪流 那說到這裡 真的要很感謝 很感謝他們 是有的姐妹 除了 要去照顧我 陪我過夜 還要煮東西去給我吃 他先生那開玩笑的說 天啊 你這個看護還包餐的哦 因為大家都很熟了 所以他 他先生就故意這樣說 我朋友就說 對啊 包餐啊 他先生說 那不行 我要找晶晶收錢了 哪有看護還要包餐的 然後我姐妹就跟他說 你去跟晶晶要啊 他肯定會給你 我聽到我說 對 只要他來跟我講 我絕對 給 看要多少 因為我們真的像家人一樣 那我遠嫁呢 沒有娘家在身邊 這些好姐妹 就是我們最親的娘家人 也是最靠譜的娘家人 因為姐妹太多了 因為那邊看望的人 人數也太多了 然後 忽視不得不進來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我已經很通融了 你們 一般呢 情況下我們只允許一個人 進來探視的 你們每次啊 都這麼多人 然後啊 待的時間又比較久 我們真的 沒有辦法 那希望你們呢 就人少一點 或者說時間 簡短一點 每次呢 姐妹來 我也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後來我就跟一些姐妹說 真的不要 不要再來了 不要再過來 等我回家 沒事 過兩天我就回家了 不用來看我 我說過兩天 回去 再去我家就好了 醫院裡面的確不方便 也不想影響到其他人 因為我住的那個是雙人房嘛 所以 隔壁還是有人 雖然說病人需要休息 但是我覺得 真的 有姐妹來陪你 然後看你 說說笑笑 一整天就很快就過去了 而且說說笑笑的時候 你會忘記身上的這種 不舒服 那種刀口的不舒服 你都會忘記 時間真的很快 這次 像坐月子一樣 我覺得 因為被他們照顧得太好 就是煮稀飯 當我可以吃稀飯 剛開始是只能喝 米粥嘛 後來可以吃稀飯 他們就會煮給我 裡面放肉啊 放干貝啊 還有燉雞啊 石斑魚湯啊 天啊 我說真的是 我出去的話 肯定不會瘦 一定是會胖著回家 好啦 今天囉囉嗦嗦嗦講了一大堆 但是是真的很開心地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第一次感到 幸福的住院 我為什麼一開始說 這一次讓我住院 做出了幸福的感覺 所以有 這麼多姊妹 關心我 照顧我 我真的很感激 好啦 這幾天呢 我會好好休息 那最近因為生病呢 留言回的比較慢 希望大家能體諒 有空呢我都會回 下次有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說到這吧 下次見囉 掰掰